我們那個作品的名字叫Yummy Yummy 就是在模仿那個吃東西很好吃的時候的那個壯生的詞 然後我們主要那個作品呢 就是選擇那個南客的便電箱來去做那個發想 然後因為便電箱是一個比較冰冷比較硬的東西嘛 然後我們希望在這個工業園區裡面去裝點一些比較有趣味的然後可愛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以食物做發想 然後就依據這個便電箱的這個方形的這個形狀去想那個有什麼樣好吃的食物 可能是很平常的空間 但它今天突然有一個特別突出的或者是說會讓你思考的一個東西 就我覺得那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突然在這個空間可以意識到這裡有一個特別不一樣的一個東西 它不管是立體的或者是彩繪的或者是它任何形式 就是可以讓人家去意識到可能是很平常的空間 但它今天突然有一個特別突出的或者是說會讓你思考的 就是它會開啟一個特別的想像 或者是讓你意識到這個環境跟以往那時候有什麼不同 很尷尬